一马发展有限公司调查报告几经波折之后 今天终于出炉了 工章会在报告中点名一马公司没有涉及刑事元素 但是财务表现的确有欠理想 尤其是管理层没有经过董事局的同意 就擅自决定投资 导致公司债台高筑 因此将管理弊端的责任归咎于一马公司前首席执行员 拿督沙鲁阿兹哈 工章会除了促进司法当局必须调查沙鲁和相关人士之外 同时也建议废除由首相拿督沙鲁那级领导的顾问局 工章会花了一年多时间调查一马公司的报告 今天终于提成到国会 工章会在多达106页报告中点出 一马公司管理层和董事局管理弊端累累 管理层有多项巨额投资和借贷 没有经过详细评估 凌驾于董事局行动先斩后奏 其中包括一笔在2009年转账到一家名为 Gustar有限公司的7亿美元 调查也发现一马公司的营运资金源自于债务 包括银行贷款债券和伊斯兰债券 报告进一步举例 一马公司在2009年欠债50亿令吉 到了2014年3月31号 债务竟然攀升到420亿 单单利息就高达24亿令吉 截至今年1月 一马公司的资产只有530亿令吉 但必须背债500亿令吉 一马公司管理不当 报告中直接点名 应该由一马公司前首席执行员 沙鲁负责 针对外界疑问 也是一马公司顾问局主席的 拿杜斯里纳吉 为何不受到问责呢 工章会副主席 陈胜尧做出这样的解释 中文章会副主席执行员 有关报告同时建议一马公司废除顾问局以及张成里第117条文 让一马公司和其他财政部子公司一样 直接向财政部长报告而非首相 目前纳吉是一马发展公司顾问局主席 值得一提的是 总机查署的调查报告并没有一并提成到国会 但下一院议长班迪卡强调 议员如今不会受到议会常规第85条签制 可以在5月复会时讨论一马公司课题 八度空间李运祥国会大厦报道